也许在成长的街道上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老头 他神奇目然 打扮了也并不起眼 但是你总能感觉到 他不易察觉的怪异 当你看到他痴迷地 趴在橱窗上 看雷影模特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 嘿 真是一个色情的老头 渐渐地 他的步伐变得吃力起来 他面容猙獰 突然痛苦地跪倒在地 然后一口黑色的姨妈血 吐了一地 就这样 随着他的倒地不起 一切又重归了平静 这个老头 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对我 来自于整个家庭而言 都是极其重要的 他是我们的领袖 也是我们的狩猎人 所谓狩猎人 在我们食人族里 那可是相当重要的 有道是一人狩猎 全家广宝 作为食人族一家的我们 要想避开法律 同时又尝到美味可口的人肉 拥有一个优秀的狩猎人 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虽然父亲大人好色 是好色了一点 不过他曾经勾搭过的妓女 也都实实在在 成为了我们全家的食物 这所谓先进入你的身体 再让你进入我们全家人的身体 这叫礼上晚来嘛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源源不断 为我们提供食物的父亲 却离奇地离开了人世 而我作为食人家族中的长子 上有暴躁的老母 下有无脑的弟弟和阴险的妹妹 就不得不担任起狩猎人的大任 然而因为自身经验的极度缺乏 我和弟弟在首饰狩猎的任务中 不仅没有捕捉到牛乱的小孩 还以身负重山的结局 完美地落败了 看来 父亲生前只抓妓女的领导方针 还是很值得换彻的 休息片刻以后 妹妹为我进行了鸟伤和鼓励 经过第一次失败以后 我和弟弟也马上开始了 尝试狩猎妓的计划 人们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很显然 这次的狩猎行动进行了非常顺利 但是唯一不顺利的就是 母亲这个变数 其实母亲一直都是讨厌吃妓女的 她认为 就是妓女这种肮脏的生物 才害死了父亲 导致大家的生活突生变故 抱着了母亲对妓女进行了 惨无人寰的殴打 之后又将妓女的尸体 光明正大的抛尸红灯区 这一下 无疑是瞬间引起了警察们的重点关注 母亲的这种行为 不得不说是极其愚蠢的 郁郁不欢的我乘着公交车 温君能有几多重 恰是一江春水向冬有 为了发现自己心中成绩的不快 我还特地到酒吧勾搭了一名帅气的鸡郎 两个人情投意合 惺惺相惜 在这个过程中 母亲大人也出门勾搭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弟弟也和妹妹产生了一时不易察觉的情愫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和寂寞的 我们也渴望被爱 这后我们吃人并不冲突 但是相对来说 母亲吃人的欲望远远高于她被爱的欲望 于是出租车司机很快就被带到了我们家 成为了我们狩猎仪式的新忌品 虽然主的狩猎仪式是一件极其专重的事情 他需要用极其残忍的手法开枪破度 然后宣告新人的狩猎人正式产生 然而就是在仪式开展的过程中 我的好基友却也因为发现了我们家族的秘密 报了警 警察闻讯而来 现场极其的混乱 也许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他们管辖的城市里 竟然会有我们这样残忍的变态 经过一番垂死的挣扎 我知道我们的大县已至了 就在紧要的关头 我一口咬住正在逃跑的妹妹 而也恰好就在这时 我被一枪毙命了 这几遍的死人大案 也随着几身枪响而告破了 除了妹妹被当作受害人以外 我们整个死人家族都被团灭 那么弱小的妹妹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想这已经不是我需要担心的事情了 电影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通过这个电影 让我知道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 二就是我们要学会尽早的独立 总有一天 那个带领我们的人会离开 你是不是能撑起一个家 撑起一个团队呢 死人族没有领袖 就会走向灭亡 团队没有了领袖 就会衰落 至少你得有能力 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下次我换个身份 再和大家见面